各位网友,又回到罗翠瑞画室 好了,今次我介绍一个当代艺术的当红炸纸鸡 叫Sean Michel Basquiat,现在转去他的网上 上次我评论小朋友画的逻辑,他们的特性 我给你们看看,这个就是当代艺术过去20年也是最贵的当代艺术家 当然他已经死了,他的名字叫Sean Michel Basquiat 我自己去搜寻他的作品 一看见他的作品,你会觉得,为什么小朋友在家乱鸟 这个样子就是他的样子 他的画画很明显就是,现在叫做图鸽 因为他其实真的没有学过正式的画画 他的画画是很有Style 实际上,他自己一生都一直不停撩 撩到他自己,关于他自己一种对生活的想法 他画他喜欢的东西,用他自己的方式 直接用文字画在画面,他自己研究出来的笔触 你会发觉,其实小朋友画的东西 你即使不教他,每个小朋友画的东西 都可以是一个很独特的视觉艺术效果 或者有他们自己的笔触,他们自己喜欢的颜色 自己喜欢表达的公仔 所以我开始那两集我说 小朋友其实你不需要特别去教他画画的东西 不需要特别跟老师去画 因为小朋友不需要那么早去处理一些技术性的东西 因为这样反而是容易会 骗杀了他去摸索,去想法的阶段 尤其是在八岁以前,这个阶段是特别重要的 八岁以后他真的觉得很喜欢画画 很想处理一些更加写实的技巧 那时候才去找资料 甚至去跟老师画 那时候也不迟 你想想,八岁也不是很大 就多为了找个小朋友 而 ahora 如果一下子文üría 你三岁四岁是EMILLY的 你问老师不好 第一,老师不好的话 他只是要把它填饰不出戒 然后就问他 你画太阳一定是圆圈夹 振出去三岁 用牙签内 这些话 responsible 那当里 iliz ICE 所以 laissez楽ание 以及说人一定是肉色 这些低能的东西 不用我这样说 人为什么一定是肉色 人不可以是青色 你一说人不可以是青色 那就可以了 你的创意永远是压在一个很寒烦的盒子里面 这也是香港的其中一个 为什么很多人说在香港为什么艺术那么差 或者是文化沙漠 很小时已经不鼓励我们去思考 那就是关于小朋友画的东西 我稍后再播片给大家看 大家关于Sharu Michel Baez 有兴趣自己上网搜索 灵哥跟大家说声再见 拜拜